大家好 我也很願意用台語去發言 但是我們就是 普遍 特別是今天有大陸來的同學 我去過大陸北京 在上海是差點一口氣喘不過來 就是只有走短短的一個 大概不到五分鐘的一個距離 非常的嚴重 那我想空氣污染的這個議題是 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面都跑不掉 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個比較感性的一個故事 其實我媽媽死得很早 大概六十歲就走了 那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她生了一個病是 慢性肺主射 就是慢性肺主射就是 我們的肺部裡面有很多的肺泡 那這些肺泡都已經塞滿了 就是塞滿了一些東西 那必須要用非常嚴重 非常重的那個肾上腺肺爾蒙 去幫助她支氣管可以擴張 那在我媽媽晚年就是 說是晚年其實五六十歲是 年紀是很輕的 她從五十幾歲開始發病 那到走的那個過程是很痛苦 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 她曾經在醫院裡面住一個禮拜 那一個禮拜當中 她的手腳都會被綁著 然後插著管 因為她會痛苦到想要把那個管子綁掉 然後所以變成照顧她的人 二十四小時沒睡 所以我曾經連續三天三夜 我沒有辦法睡覺 就是怕她去把那個管子拔掉 因為她拔掉 大概就可能就這樣子走了 那我上一次呢 曾經跟幼稚園的小朋友 就是辦一次就是 告訴他們是什麼樹的重要性的時候 我告訴他們說 樹木是可以製造氧氣對不對 他們說知道 我說什麼是氧氣你們知道嗎 小朋友解釋不出來 就請他們做一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 請各位把你的鼻子捏起來 嘴巴捏起來 你現在是要做什麼事情 去感受一下空氣的美好 好不好 不要嗎 我們試看看 就是 你捏著它 好 大概可以撐多久 我懂你撐不掉三分鐘 好不好 我覺得 如何去感受空氣的很好 空氣的重要性 它 我們大概就是說 如果沒有水減的話 還可以撐一個星期 如果沒有空氣的話 大概五分鐘就掛掉 最多最多不會超過五分鐘 有個快的話 像一些脹氣跟澡氣 那是更快 是一兩分鐘 人就會死掉 那我自己本身 有非常嚴重的那個過敏 那本來呢 為了這個 二十幾年前搬來台中的原因 是因為 台北的空氣非常差 結果 我現在後悔了 為什麼 現在台北的空氣是比台中好 那台中呢 其實我在同時 每天都抱怨 常常寫臉書 在抱怨 常常發文在抱怨 其實我發覺最可憐的 還不是台中是高雄 所以昨天那個 我有一個廣播節目 是FM89.5 順便打一下廣告 你如果剛好 星期天有時間的話 FM89.5 6點到7點 我們是訪問那個 綠黨的那個黨主席 叫李根正 那李根正呢 昨天我一個小時的節目 通通都變成他在講話 他跟我抱怨了非常非常的多 高雄 因為那個石化工業的影響 那各位應該可以 如果注意看那個圖的話 等一下那個葉醫師會帶你們看圖 你會看到高雄的空氣有多可怕 那其實不要講高雄 我們台中已經很慘了 你看不到藍天白雨 我很擔心 以後我們的小孩子以為 這個也是確實是真的 我們有那個 美國的那個朋友告訴我們說 中國大陸去到美國的年輕 年輕小朋友 他從小就在北京長大的 他去到那個北京 去到美國 Washington D.C.的時候 他說 媽媽 為什麼這邊的天空是藍色的呢 他說他不知道 這邊的天空為什麼是藍色 他以為 天空是藍色這句話是騙人的 天空呢 在他們那邊看到的是 什麼顏色 是灰色 那最近 前一段時間就是 EPEC在那個北京去開會 那他們就用一個極端的手段 去控制那個空氣不污染 就是整個那個藍天又出現在那個北京 他們給一個名詞叫做 EPEC藍 那這個EPEC藍在那個中國呢 他又引申出了一個定義叫做 那美好而短暫的 且虛幻的藍色的天空 就是那美好而短暫的 他們就說 你講這個話是EPEC藍 所以這個EPEC藍在中國也是變成 是一個很流行的一個名詞 對不對 那美好而虛幻的 這個是北京的一個藝術家朋友 他解釋給我聽的 他來台灣去 就是 就是 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這邊最流行的 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那個中國最流行的是EPEC藍 那 台中這一邊呢 一年大概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 是看不到藍天白雲 這個二十幾年前我來台中的時候看到 台中這個盆地它有柳川綠川 有法子溪 有麻原頭溪 還有什麼梅川 就是有很多的柳川去經過 那美麗的藍天白雲 跟現在真的就是已經是差了非常的多 那這些所失去的一切 將來要怎麼去彌補回來 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我有注意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那個一直連續打噴嚏 還有過敏的人 我發現現在過敏的人比以往還要多很多 那我到德國去 我發覺我一樣會有這個打噴嚏的問題 我到美國去 我一樣會打噴嚏的問題 所以呢 這是整個地球的問題 是你走到哪邊去你都躲不掉 那特別是我們都知道說 那你總不能躲到亞馬遜叢林去 現在亞馬遜叢林呢 又不斷的在消失 地球之妹也不斷的在消失 所以問題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在台灣來講 台中是一個很可怕的地區 原因是因為 我今天有考那個 有考那個荒野協會新竹的人 我問到你說 你知不知道台灣 台灣有三大盆地 是哪三大盆地 今天也問一下 台灣有哪三大盆地 是哪三大盆地 台北盆地 台中盆地 還有一個 埔里盆地 OK 現在我們很難想像說 原來在埔里也有空氣污染 而且對方有重 你在網路上面看到那個 埔里那個 PM2.5自救揮的那個臉書 粉絲團 原來是埔里也做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並不誇張 因為那個壞的空氣 就是那裡面還有重金屬 還有一些張物的工具 的什麼瘤酸桶 能化學的那個工具 它是往下降 那一進來了以後 它就出不去了 那新竹呢 它是一個混機鐵 就是本機的那個造型 一個馬蹄鐵造型的一個地方 所以風一吹進來 西北風 那一刮進來 把那個張風機帶進來 也出不去 但是最嚴重的其實是 我們生活在台中 跟埔里 這兩個地方是最嚴重 那台北的那個空氣污染 跟台中的空氣污染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請那個 夜市跟我們做一下 那個仔細的那個介紹 這樣子 那葉醫師曾經也是 我的節目的那個來賓這樣子 一聽他談這個問題 都天啊 你可不可以 本來是預計要錄音錄一個小時 後來說 我們來錄兩個小時的時間 跟我們的聽眾朋友 講多一點 講詳細一點這樣子 那葉醫師在這方面是權威 能說良一一國 良一一空氣 他非常非常worry這個問題 那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那個葉醫師 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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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個你聽不懂嗎 聽不懂嗎 對 我先不介紹 我是第一次來這裡 這是酒養大名 這是責務 所以 我這個題目是要說 要說 就是這樣 公共意涵 我就想說這個大概 以前是博士級的 這個大學教授的最尊的小課 沒有想說 給你小朋友 所以我都想說 這可能又要不一樣 所以可能大概 我想很多有認識不少 尤其有著力很深 不是我要向沈立委之見 我想 我們要跟沈立委可拜討 我想 這個事情是很重要 但是我一直覺得 剛剛好像有 我聽到發言 現在環保署是沒有總事 是沒有總事 所以台灣的環保署 不管是你進黨的 還是國民黨 我大概都沒有什麼期待 大概沒有什麼期待 那我知道我們最近 新科的台中市長 林佳朗他可能懂一點點 可能懂一點點 因為我在2012年辦了 Hold住PM 2.5 Hold住健康 為台灣PM2天的距離檢量 我能做什麼 那是在張茂基督教醫院辦的 那林佳朗立委他也去了 所以他稍微定了少一點點 那大概有很多立委 都是因為透過記者會的方式 他稍微了解一些 所以我剛剛說我先自我介紹 我們在張茂基督教醫院服務 張茂基督就在台中的旁邊 所以我現在是坐火車來的 那因為張茂基督教醫院 不是台灣人創立的 是英國人創立的 那英國人也是藍醫師 也是藍醫師 所以他們創立張茂基督教醫院 然後兩岸康康康 離開台灣最修德 所以張茂基督教醫院 目前是醫學中心 所以中部來的 算應該比台中都不早 比中國都不早 比中山也不早 應該現在是全台灣 算應該算還好 所以張茂基醫學中心 他目前以涵蓋範圍的職業 以有關的雲林 雲林也有分業 那南投也有分業 南基還有草屯又有一些 就是張茂基督教醫院 所以整個中張茂基督教醫院 所以整個中張茂基督教醫院 跟張茂基督教醫院 應該是有關的 那因為藍醫師來台灣都是講台義 因為他都說台義 所以我北醫醫學院的時候 都說台義了 不好意思 我今年十八歲 但是我在過去裡面 再來第十七歲 第十七歲 你也十八 我們同年 我只有高生那幾年講 北京話幾年都說台義 不好意思 所以這以前我們都說台義 所以我講台語 有時候我會講 他在裡面 99%都在說台義 不好意思 如果我如果台義說出來請原諒 那我會盡量嘗試 所以第一個 因為我看城市差很多 有的認識很多 大概有的都是小學生 沒關係 PM26是什麼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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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歪症 它的歪症 歪症 有人知道多少 沒有概念 對嗎 頭髮 沒關係 那些都沒關係 那些有些東西 那些人都奇怪 你如果懂 那就很奇怪 因為我跟你說 大概馬英哲 大概 百分九十都不懂 我想大概都不懂 所以 因為我以前完全不懂 所以台灣的醫師百分九十都不懂 所以你能不懂 才是奇怪 所以我們今天講 他 給你題目是拼二點五 所以我給你有點想 不一定要講拼二點五 可能十 十跟二點五是相關的 十就是利劍 十微米它比較粗的 那我們頭髮是七十 七十微米 七十微米 所以那些就很幼 我還給大家 大家要知道多少 洪學生是多少 洪學生是六到八微米 六到八微米 所以如果拼三十 意思六到八微米 就是洪學生的大小 大家有一個概念 那我們白血球多大 白血球十微米以上 白血球 所以意思說 拼三十就是洪學生 你白血球小 但大概洪學生的一般大小 拼二因為是涵蓋於拼三十以下 就是十以下 都叫做拼三十 在那裡收到的東西 如果拼二十就是二十五以下 都叫做拼二十 所以你裡面有一個概念 因為你一件非常細 所以比洪學生細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吸進去 它可能就是像洪學生一樣 爬下去 所以裡面 我剛才說的 如果裡面燃麵燒出來的東西 可能裡面有很多糖 裡面有很多重金屬 有很多重金屬 裡面有很多重金屬 你想到的 在美國意思說 燃麵水只有八十四種 八十四種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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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重金屬 有很多重金屬 鋼 鋼鎳鎮 我也黏不出來 有我們喝水 喝水的死人 對不對 那裡面 大氣裡面都有 有很多重金屬 所以剛才 主席有你說 我們吃多少東西 我們憋氣已經三分鐘 我也不會麻醉科醫師 你如果五分鐘差不多 插管了 如果沒有差不多就下來了 就是說 麻醉科醫師 有時候要插管 麻醉就是說 你給你今天沒有辦法呼吸的時候 然後你看魚乾的時候 那段時間他插管 然後用人工來控制呼吸 然後開始手術 像我是婦產科醫師 做腔腔手術 那我們會用一管治 來控制人工呼吸 那些的 這個時候的呼吸都是 都是麻醉科在控制的 那我們一天 喝水要多少 哪一天 那我們童年 你怎麼知道 沒關係 你說 三千七七 三公升 你後 到你旁邊有人 尾 你穿在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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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鑑匹也不一樣 這裡 這裡 一公升 你去麻費 看你多少錢 用體質 多少錢 你看你多少錢 我看你大衛王 公升 大家想看看 四點五 五年就四點五 你已經大衛王 對啊 所以你吃 差不多 四公升是大衛王 差不多應該要兩公升 那就是體質 我們四位一口氣是多少 一口氣 一口氣 你剛才這樣輸不起來 一口氣 不好意思 有人能回答我 小朋友 沒關係 有人嚇死沒關係 一口氣 五十 是嗎 五十CC 對 好 有人不一樣 剛才有說不同意都可以定 一口氣 某些方面是對的 某些方面是對的 我再給大家報告 差一個字而已 差一個字而已 所以一應九十九分 五十CC是九十九分 好 要過 對嗎 老師 謝謝 一口氣 五百 我們一間那 所以是五百CC 一口氣是五百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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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想 一口氣是五百CC 那我們一分鐘 呼吸多少 多少 十二 十二 所以 一分鐘是六公升 所以你如果去醫院的時候 跟他產婦 溫暖說 欸 胎兒 好像心跳不好 那我們都會給他氧氣 那氧氣就是 一公升給他多少 六L 一分鐘給他六L 那就是 也許給你 純癢 就是幫助病婦跟胎兒 所以一公升 一分鐘六L 一個小時多少 六十 乘以 多少 你數學最老的 我們兩個人 18歲 我們大家 我們都是 我們是19 我們1996 就這樣 200 你叫什麼 還是多少 19多少 1996 1996 那天啊 叫我2006 有沒有2006 沒有2006 你如果把它撐起來 你就算了 我們一天要多少 一般公升而已 一萬公升多不多 一萬公升 水是怎麼知道 我們呼吸一天一萬公升 所以 到底主要是說 你已經背我了 不太多了 你一天都可以不喝水 就可能一天你都可以不喝水 一天都沒吃東西 但是 所以最便宜的食安 食安大家有空嗎 大家一直都想說 我胃膚不夠給我 我胃膚不夠 我胃膚不夠 你會知道 什麼 都是假的 我們民眾通常開始覺醒 台灣其實 政府把班是不夠 所以 人家要覺醒 所以 今天說公公義行 聽說公公義行 這是很哲學的東西 其實我看不到 太沒了 太恐怖 所以公公義行 這是公公 公是什麼 所以公公公的對應是什麼 母的 母的舉手 公公義行 我就想說 公共 誰是公共 天下 天下就是怎樣 天下為 天下為公 天下是為男生而存在的 天下為公 沒有啦 我是說 這是哲學 你說這個也對嗎 不好意思 我說這個有著沒有就麻煩了 所以 說 大家說有東西 對應就是思 對不對 喝水要喝水 你拿給喝喝 大家都不敢 但是你市府的況下 你出口 我說你出口 我出口 我出口給你是不是 我說真正是你 正確的 你喝水 很少說我給你出口 但是你市府的況下 你出口給我出口 我出口給你是不是 是不是 大家都出口一樣 把外婆去噴煙 外婆去噴煙 外婆去噴煙 你就想 喔 你吃東西 你的感覺很恐怖 你受到大家都沒有感覺 免錢的 脊髓要買 什麼都要買 那些輸的 這公公義言 我不知道 剛才 這是應該你喝過的嘛 他剛才喝水 喝過你喝過你喝過 你看你喝過你喝過你喝過 你也不用喝 你也不用喝 但空氣就是他受到 你也受到開心 所以公公義言 就是說 公的東西 當然 大家都比較不去重視和在乎 而且 空氣是怎樣 剛才我們主持人家給我看的空氣就沒有了 你看那個人就是空氣 空氣就是你看過的東西 但是 水 看過了 水理論上是看過 空氣是看過的 但是 蠟燒的空氣是我看過的 還有幾張相片給你看看就知道了 所以 人類的進步當中 你如果工業革命開始 所以我剛才看了一些東西 我剛才是說 這從可能五六十歲 可能到六歲的 也有我童年也有十八歲的 這對來充滿期待的 五十八歲 所以 我想說 你們這一代 像你六十歲的 你要留給這往十八歲 留給的空氣是什麼呢 在工業發展的進步當中 全球工業革命幾代開始 你學生太陽 我誰知道 幾代開始 英國 所以英國 他們貴庭要怎麼回家 英國 貴庭 高度五人 所以在英國發現那麼多歷史 為什麼 現在是開發中的國家 有什麼國家 開發中的國家 台灣算開發是以開發 我也不知道 以開發 以開發是看什麼 中國是以開發還是開發中 英國算剩什麼 以開發 日本剩什麼 以開發 所以我剛才想可悲就是說 中國 它是開發中 它自己不可能開發 一定是國外去開發 我想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對不對 但是在英國裡面發生的痛苦 為什麼 還是在美國發生 美國未來也是工業也是開來 但是英國汙染 美國也沒有汙染 美國也沒有汙染 所以我看科學 他們剛才說四十分鐘 所以現在就說 1952年 在英國就發生倫敦大戶 那天附近那一天死四千多人 四千多人 四千多人為什麼 只有一天會死那麼多人 八天不會死 那天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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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是特別的 有威力 有好威力 好天氣 都有威力 所以 我自己想說便宜中國 現在大家注意看一個新聞 今年好像年底也可能在北京辦一個馬拉松 有沒有 辦馬拉松 要戴的嗎 我要戴哪一張 好多面具 好多面具 你 很多霧霾的指數就散了 像戴我這個有沒有用 沒有 要戴N95 所以你看馬拉松還要戴上 但是我等一下如果放一張 在一九五幾年的倫敦 他也在地上 四隔六十年 為什麼人類的痛苦 人類的災難 為什麼 那些資本災害 那些工業家 還是那些 他沒辦法給 美國那些痛苦 沒辦法在這裡發生 我是不知道 所以 比較可惜是 你如果看 中國 中國為了反鎖 阿佩克 他會把所有的車都點起來 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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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工業 資源也都觀察 所以 所以 建立 最痛苦的比是中國人員 但是其實 這個工的東西就是 他不會只停在中國 他會到哪裡 他會到韓國 他會到哪裡 他會到日本 他會到哪裡 到台中 所以 這很多的事 是大家穿來穿去的 穿來穿去的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沒有國界 世界春 其實空氣是飄穿的 飄來飄去 飄來飄去 所以 中國 也許到香港 就是 我會搶多人來 空氣要不要 哪一個牌子 要不要 所以 在中國 他們就講 我們洗一下 同呼吸 呼吸同樣的 所以 其他的東西 他都有失了 但是空氣 人家都看過 但是 有多少人注意 注意的很少 因為他是公平的 他很少人注意 所以 聽到會感到就是 剛才我們 有在說人權 我們來看 這張 台灣 這個時候 現在七點 你要看 從台北 台北上面 燈具顯示是什麼 綠的 中部呢 黃色 南部呢 有黃的 有黃的 金門呢 黃的 它上面有比較深色的 我們看 比較近的 是中鳴 中鳴上面你顯示的是 PM10 怎麼說79 PM2 這邊有什麼東西 數十六 所以這個數字 你不一定要有概念 我是確實 他會想說法人 他會想你們就有一個概念 這黃高層這個東西 是要被挑戰的 是要被挑戰的 這裡面就是說 如果英國179 它不會顯示黃色的 所以下面是採用英國的標準 但是上面PSI印的英國標準 所以我們在座五老師為什麼 學生怎麼要問 這兩個要怎麼看 來 上面比較準還是下面比較準 上面是黃燈喔 下面是綠燈 是上面危險還是下面安全 沒有辦法 全灘沒有人有辦法回答 包括空保處長有辦法回答 包括金色催省有辦法回答 因為這是台灣 在經過幾十年以後 經過公民團體 大家共同努力以後 一被迫要把事實 稍微現一點 結果現了要不倫不倫 大家看看 上面有79 我跟大家報告 PM10跟PM濃度之間有一點相關 PM2.5跟PM10 PM10剛才說的 PM2.5是PM10的一部分 對不對 PM2.5跟PM10的濃度 在人類的世界衛生組織 它有一個定義 它平常使用50% 就是公司 PM2.5是30% PM10就是60% 所以它有定義的標準 年均值 拼驗2.5是10 一定10 那拼驗10一定20 就是一年的均值 你不能超過這個 那日均值就是24小時 24小時 它是10 一個10 一個是10 年均值是10 日均值25 所以日均值定25 他的PM10會定多少 25乘以2 就是50 剛才說的 年均值是10 25 日均值是25 50 那他50的定義是什麼 一年不能有3天超過50 就是PM10 我們現在看79 一年不能有3天 三天 藝術其他362天 那麼小於50 我們現在看這個時候的 台灣的比較好的中部 老闆說主持人 因為空氣比較好 所以說要的中部 所以比較好的PM10 這邊有79 PM16現在多少 46 46老闆說 以前說的25 我們現在46 結果英國標準一起顯示 也許綠色 這算起來會很複雜 沒關係 我就要說 其實台灣 這這麼複雜的東西 英國他們說 它PM10跟PM2.5 哪一個比較高 它就只顯示一個 當我們血壓還是血糖 也許不夠 當然這樣比喻是不妥的 它只會顯示比較危險 顯示比較危險的 PM10跟PM2.6 如果PM2.6的時候很高 它會顯示PM2.6就好了 我們要注意比較危險的 結果台灣讓我們兩個都這樣呈現 而且上面是錯的 我要給大家做 台灣的 所以環保署他們的環保署 他要檢討 禮拜三的問題 高雄高高頻的空無總量 也在說聽話 我就說這個 我們台灣就是說 連體檢的一些資料 的判讀也是要騙 血壓300 下腳是200 也要說正常 你也滑倒了 滑倒 血壓上面300 下腳200 也要說正常 那就滑倒了 這就是台灣 不好意思 已經這麼久了 到2015年的1月9號 還在騙 還在騙 好 所以確實你如果能看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台灣很悲安 因為這個 明明我們也一直說很多句話 他都不會反國王講 這是對的 但是對什麼 PSI 即時空氣污染指標 這個數字你來看 黃高水 我們一年 百分之九十都是好天 都是不好的 PSI 血壓200 頂頭200 也都是好的 當然也是好 對不對 全台灣大家 要高血壓的人很少 這沒有了 這就是台灣 我告訴你 這佛神父台灣 現在2015年的1月9號 所以 我們要看 46 我們要點了 其實 這是6 這頂頭81 所以這有點複雜 我們台灣是不是 它裡面有過去算 算移動平平線 所以你不用了解那麼多 那就看看 請你們 他在小檔 120 PM10 120 62 所以下面是紅色 上面是黃色 這個剛好一倍嘛 有沒有剛好 62 所以裡面是 下面是紅色 上面一定要紅色 如果就有即時的話 62是接近紫色的 接近紫色的 英國的標準是 超過70 平衡案件有70 它就顯示紫色 紫色對所有的任何一個人 威脅 我們給在座裡面 經典五六十歲的 也有六歲的 也有像我一樣十八歲的 所以給你 即使每一個人出呼吸同樣的空氣 每一個人的危險線型不一樣 不一樣 想想他危險 小孩子會比較危險 小孩子會比較危險 還有像年紀比較大的 然後像他 他就逼我危險 然後我十八歲以前還好 十八歲還好 抵抗力比較好 所以我們兩個 裡面最影響最少 所以你看 今天台灣有76個策戰 其實它的品質是不一樣的 公園地 日本它也一樣 有好有飯 還是日本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場景 來看這個 我們看 這只是日本 現在看 關東 我們要看首都好 來 你看這個 這是什麼 我們這邊是什麼 SPM SPM就是PM 日本現在幾點 七點 同樣七點 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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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九點 他們找一間 好 好 你現在看 這顏色 這現在是首都嘛 我們要看顏色 大家看都藍色對不對 藍色是多少 五十以下 是不是 是不是 剛才我說WHO 一二四條子之所以 五十以下 對不對 他們大部分都是五十以下 你剛才看金門多少 一百二十 所以我們再看看 SPM2.5 藍色是多少 十以下 大部分是多少 藍色 十幾的不多嘛 十六的以上也不多嘛 幾乎 沒有多嘛 黃色的有沒有 大概金門多少 六十 這個時候 你如果現在在東京 在日本首都 故事的東西跟台灣現在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 沒關係 你們要去看什麼都可以的 北間 北間可能 要再透過吉他 現在說 九州 我們看一個九州 九州 叫一個北九州 北九州當初 北九州 他也是工業的 北九州 他有鋼鐵業 他幾乎重工都不一樣 就像我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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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看這綠色 綠色就比較 恐怖 所以 你如果看 有人還要看吉他嗎 現在就說 北九州 光北 他這個地廣 人系的所在 他車上的監測都比較少 你如果東京地區的時候 他的人仇 他都集中一樣 所以 你要看 東北 東北 大部分什麼顏色 藍色 我們看看SPM 藍色的小於五十 大家一個概念就是 現在其實指小於五十個星 還好 所以我們的金門是一百多元 所以我們現在看 順多少時間 對 所以每一個縣長的順利來 都說 適合宜居 台中也號稱適合宜居 這是高雄適合宜居 高雄栽經全選第一名 來 下一張 摸摸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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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張摸哪裏 這看很漂亮 這可能一年 只有幾天的時候 下去要怎麼裏 左邊這樣 右邊 右邊 移居行四角 四金三銅 全球第一 台灣第一 我們要台灣第一 這是民進黨 不好意思 這是民進黨 抱歉 下去嗎 怎麼去下去 空氣一大 很漂亮 全球第一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說 這都知道他們說的 民進黨也是 這樣 還忠視智慧城市去年得獎 全球最智慧的城市 好 我們看下一個 全球最智慧的城市 全台必須忠視第二 他才不敢說第一 他才不敢說第一 所以 這是公民黨的 跟民進黨也是一樣 我們 你也知道說 這是公民黨的嗎 先 所以 剛才 這照片 不好意思 這 我就放左邊 這有來的 都會跟我們說 我說的污染是必備 空氣污染一年更水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看看美國 1970年以來 八占GDP 錢越來越多 車越來越多 人口越來越多 能源也有越多 CO2也一直站在那裡 看下多少 六種常見的污染物 我們說的六種常見 我們說的 PM2已經有其中 PM10也其中有兩種 因為這西洋在美國也是最多 全球現在是比較 它環了就是PM20 PM10 所以我們看 日本的經濟開發 污染下降 這個政府 常常有變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 它的成本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看 還是我說的 北九州 空氣你可以看到顏色 有沒有看到 這就像日月光排 還滅水去那裡 你也看見台灣 你也看見台灣 他去那 滅水看到了 日本 西洋在那裡 現在 滅去死海 有沒有 滅水 現在 所以 這邊就是 他污染的名字 1973 在座哪1973出生的 40歲 1973附近出生的 李牙手 李牙手 附近 你1973出生的嗎 我說我今年18歲 我1973是要進行醫學 一直進行台北醫學 跳舞 我跳舞 1973 台灣一直的空氣 偏遠時 70 現在 20 他在另一邊看 北九州有沒有看到 現在 20 台灣現在有沒有接近 70 的城市 有沒有 你們講一下 最聰明的人 我們兩個最聰明 你有 你明天來了 你請給我 我聽說 70 我聽說 70 年均值 年均值 一年平均值 有時候 120 有時候是 20 140除以2的 70 沒有這樣講 70 就是全世界最宜居 適合宜居的城市 高雄 最超 70 超接近 70 66 67 啊 台南呢 台南也差不多 67 差不多 黑你了 你知道嗎 2013多少 73 去年有落下來 是 67 左右 所以我們今年 我們1月2號 1月3號來公布年報的時候 說 台南市 進步最快的新人 從 73 減到 67 進步最快 台南市政府發布幾個新聞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批念詞 是60幾 是北九州的沙洲 還很興奮 還很興奮 我們聽到他說 台南是誰 一個適合談戀愛的地方 小黑男談戀愛的地方 那老年人其實適合養老的地方 那小孩的時候 你適合在那裡 遭受到那裡 環境全台灣最適合居住的地方 最適合遺留的地方 最適合遺留的地方 就是台南 所以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 台南就是醫生 他的PM實習是40名前的北九州 南科也是工業區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大家聽起來 我是國民黨人 對嗎 所以等一下聽起來 台灣 這裡面留意了 台北市有比較好錢 就是我會跟大家討論 這幾年去是你們看 台北市多少 四十幾 十幾年裡面 十年如一日 都四個月 東京 東京以前也是五十 落到二十 東京 就按了 同樣期間 人落六層 七層 台北市 都一樣 所以你如果看 這塊 這塊是什麼 那些趴著走出來 往前 往前 往前面要搖 往前搖 往前搖 這塊是誰 這是一個聖鳥君買禮 有人知道這聖鳥君買禮的人搖 誰搖 聖鳥君 這就是全美最高峰對不對 就是一下 全美最高峰幾公尺 最高峰幾公尺 最高峰幾公尺 本土的 這個大家用這個 台灣是三千九百多公尺 三千九百多公尺 那美國本土 五千五百多公尺 再用一次 再用一次 五千五百多公尺 這接近 美國最高峰幾公尺 四千桶 所以 它這個叫做二百多公尺 三十條的 我們直接搖個 十條來搖 扶得十條 二百多公尺 它這整個就是 這就是加州 你如果看 洗了整個十條的 它這裡面有層十語 裡面 裡面這個山 三四千公尺 這個山的是什麼 舊金山在這裡 加州在那裡 這有一個 Flexnote 最近幾年 加州地獄 大家知道 那裡有 幾年 年底有地獄嘛 十月周圍嘛 裡面有葡萄酒 我給大家看 那裡 那裡就是在這裡 它那裡是什麼 美國的什麼 它是加州的糧倉 冬天是這樣 其實裡面是 差不多十條以上 美國所有的食物 在想的 整個都在這裡 它裡面有什麼 水蜜桃 加州水蜜桃 加州葡萄 加州葡萄 它這個地方 這一個大盆地有 這塊 舊金山的風 它的吹來 它的純嗎 舊金山有純嗎 純的汙染嗎 一點汙染 它打來做到柴油 柴油 柴油它的風在旁邊 比較好損 它如果往這邊吹 往這邊吹 往這邊吹 它這邊就損掉 所以我們的空巡問題是 你舊做 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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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很重要 所以 你如果在這裡 舊舊 舊 要 百貨三千多公尺 很困難 很困難 所以全美最大三的地方 就在這裡 全美最大三的地方 就在這裡 等一下它三千次 不說特別多 所以就是說 生普通擴散不易 還是算不定 如果我們今天把它關起來 大家都放在那裡 你就知道嗎 你想嗎 如果在這裡 大家都放在那裡 事情都把它吹出去 算不定 對吧 你如果放得很少 大家都沒有放在那裡 空氣 對不對 還有好的空氣 所以 它有很多因素 絕對別的空氣品質 所以 駕駛看這個 這裡有車 大家如果在家中 要轉車 他們沒有交替 他們現在才要發包 所以他們都靠車 靠車其實就是很重要的污染 所以這裡就是 我要跟大家說 2012年的PM Plan 他們就是 他們不能具體檢量 這是美國列入什麼 末段班的學生 所以 他要提出他的旅行計畫 他的旅行計畫多高 1122月以來 多高 他這個旅行計畫 他的定居行計畫 他的成因是什麼 是怎樣 我要做 我要讓他減少 他都有說 講到會的時候 他要給他公天會 你定期程 我當時沒做 我如果沒做的時候 沒有到那時候 減到什麼期程的時候 得 他就有 不可能會被告 所以你看 去年 美國有幾個團體 賈伯英先生 沒有台詞做 就像我們這名財務 賈伯英先生 沒有台詞做 他就去告 美國 他說你是怎樣 那你已經定員 要有當時的達標 就這樣做 美國有幾個團體 就是做的事情 1800年 他有幾個團體 美國的肺脹醫學會 1800年 一對胸腔科的醫生 肺脹醫學會 還有幾個學會 美國心臟醫學會 那1800年沒台詞 還有一個團體 叫做PSR 那也1800年 PSR 大家知道CSR是什麼 企業的社會責任 企業的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會責任 那這個人說 統一要有社會企業 所以他吃東西 不可以拿什麼 對吧 我們的衛權 也要有企業責任 所以你吃的東西 要安全 那有一個團體叫做PSR 叫做Fedi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醫師的社會責任主持 這個團體 吃飽養生 也是對醫生來做 沒辦法好看 所以就去做了 做的事情 還要去做 你如果去看 所以 美國的衛生 跟環保團體 跟醫療團體 醫療團體 醫療團體 就提供知識的東西 環保團體 就把組織運作起來 讓它去美國壓力 所以 全美國 其實 美國 加州是全美國 最認真的州政府 還是最批准的州政府 你猜猜看 你是國民黨 因為你是藍色的 全美國有幾個州 它可以有聯邦的法律 也可以有州的法律 它的法律 一定的標準 它可以自己定加州的法律 所以加州法律 是美國最高的還是最低的 最低的 它才能夠過 錯了 最高的 美國 它的批驗時 它不敢用拿到HBO的標準 不敢用 拿到HBO的標準 年輕人是多少 20 它的20小時是多少 50 對吧 這個東西 全球要敢用的國家不多 敢用不過 日本也不敢定年輕人是20 但日本人是怎樣 他不敢定這個標準 但是他已經做到這個標準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有的人不敢講 說我要考 我什麼 什麼 等一下 中興大學 等一下 讓課 他已經找到成為中興大學 但是有人說 我一定要考 中興大學 結果 你知道嗎 我說 日本他不敢定 他有什麼 日本已經20了 已經達到HBO的標準 全美國有一個州 敢定 就是下州 所以我剛剛講的 說加州的量 它是怎樣 先天 不良 因為它的地理位置 整個年代大學 這很大 比台灣還大 這大條 空氣不容易飄散 它就是所謂山 就像一面牆一樣擋住 所以 你驚訝 我們如果看 我們要往前 全美國 那些監測 最髒的在哪裡 在哪一個州 老實說 後面十年 倒數十年的內 很多都在加州 不管你是年均值的平均 還是日均值的平均都在哪裡 加州 十個 只要人包辦一半 包括LA 洛杉磯 所以 來看看前面 前面是一塊 不知道怎麼看 我不知道怎麼看 我不知道那裡面 這個 OK 這樣會比較 可能是第六章 我都沒有把握 所以 美國 我看 這個 還前面有嗎 我先給大家看 不好意思 這就是LA LA 有一個Long Beach 長體鋼 洛杉磯長體鋼 所以LAU 鋼 算 不是很大 但是算不算 全球裡面應該也有十大 裡面 他們 就定在全球裡面 叫做綠色鋼 所謂綠色鋼就是什麼 他們希望他們那裡的東西都是清 他們還用最高的標準 他們雖然先天不良 老實說 他的鋼線在那裡 所以他們很認真去做 所以老實看 你看他的選球分配裡 他那裡 不好意思 我還要蜜蜜 這樣齁 美國 他要改善 聯邦政府 州政府 都沒有他的旅行計畫 我們台灣空氣 大家知道 普通 中央有沒有旅行計畫 沒有 地方有沒有旅行計畫 沒有 他有讀書報告喔 你看看 所以我們這幾天工作的時候 我們這幾天發表的時候 你看台東師父有沒有發表 他們緊急應變 這多幾個事 我知道 如果 你如果 假使婦產科 你在卵巢 你卵巢 發到腹很痛 然後我做很多事情 你腹臟 我讓你削臟 我讓你削臟 我讓你開胃的 我讓你發燒 我給你退燒 有沒有用 有沒有用 症狀治療有沒有用 沒有 美國空氣好不好 年輕人都給大家感應 PM2點是多少 12 12 然後22的標準是 12 所以 你能想像 一個12的國家 人家在電力巢計畫 一個12的國家 那邊的醫生 那邊的環保團體 不滿意 那我們台灣 大家都 很滿意 都沒有生意 所以黃老鼠 你只要給你唱手 要騙 就讓你騙 也告訴你 120 也告訴你它是黃色的 可能是嗎 都在他講 對啊 所以 原因就是 我再告訴你 全球比較好的 大家知道最漂亮的 也許一輩子 其實你沒有騎的 可惜的 加州 你要慢慢在加拿大 你就想要去哪裡 最大的 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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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北歐的 我們來看 這是在加拿大 在瀑布旁 那些公園裡面 他們在那裡 他們空氣 多能夠多少 也在多能夠後面 多能夠PM 那些多少 7 WHO是10 比它更差 比它更好對不對 你看看 他在那裡 十八個月 關掉你的眼前 你看我們代數 有時候兩分鐘也沒有代數 他們在那裡 你要看這個 這就是 一個PM2.5 是7的地方 他們要怎麼做 所以 我們如果看 經歷 我們台灣 我不知道大家 給大家 日本現在有什麼車出來 清汽車出來 清汽車有沒有排氣管 沒有排氣管 沒有排氣管 它全部是再生的 所以日本 日本有一個法 就是PM2.2 跟NAS法 就是氮氧化物法 的專門針對自動車 這十幾年的應修三次 所以日本 它的汽車 它的標準 應該是全球裡面算得好 所以它的排污的標準 應該算不錯 所以日本的工具 這是一個因素之一 所以最近大家看 監測戰 就像那種凝血壓劑一樣 它是反映 我們的工具的品質 所以在日本多位區 再來大家看日本 我們現在看 這有一個一般局 一般局 一般局就是一般監測戰 可是台灣 東北南也是一般監測戰 日本 你再加一個 自排局 自排局 是什麼 交通 自排局 我告訴大家 在東北南是一般 在東北南是一般 就是在馬路旁 那叫做自排局 它裡面的空氣 你看看 一般來說 日本的自排局 的監測戰 測出的數字 都在一般局 比較大 所以我看一看 我也都能顯示 他們很在乎 就是交通 引起的污染 我給大家報告 我在2014年 10月左右 上網下載的醫學期刊 2014年 差不多 把他們查到 就是 單純直 交通引起的污染 會造成什麼 你想到的疾病 大部分都有 差不多都有 差不多都有 所以 包括台北 包括什麼 你想到的差不多都有 我們台灣的 交通監測站 在PM2.5裡面 台灣有幾個交通監測站 6個 6個交通監測站 全台灣有76個環保署的監測站 76個 裡面有6個交通監測站 台中有沒有 彰化有沒有 南投有沒有 0 400多萬人口有 台南投有沒有 0 所以 今天 我們看到的數字 其實是偏低的 所以 如果看 錢 它是一種經濟 這個錢經濟 所有東西 一尾的東西去看 你台灣要不要有一個競爭力 不是 就是 這台電子 清 交通車 我們台灣那個有什麼 巴黎 我們要限制什麼 柴油車進入巴黎 限制 柴油是什麼 一級自愛護 PM2就是什麼 一級自愛護 PM2就是什麼 一級自愛護 一級自愛護 是有害 跟著一級的 有的是動物實驗 有的是 可能動物 可能對人體有害 也可能不道別 確定 所以也許 所以 今天我們看 今天台灣要不要有競爭力 如果我們阿哥 讓我們的工業 還在那裡走出去吧 所以中國現在 你想 如果一個人沒有污染的工業 他翻不翻臉 一定是翻臉 所以台灣你如果還要污染 你成長的工業 去到中國 我想是沒有人翻臉的 我想是這樣 所以你為了競爭力的時候 我們怎麼看 我剛才說 先說加裝 另外我們現在說 加拿大 加拿大有全世界同行勝負 他最初的所在在哪裡 三年 大家不一定要了解 三年就是什麼 chemical value 他就是實話的故鄉 他裡面你看 他在2011年後 如果月秀公佈 他是全加拿大裡面 最大小的所在 他那些人說 很減少 他的金額是多少 12.7 台灣的標準多少 15 美國早就說12 然後月秀說10 他又有減少12.7 這是他們當業 有減少12.7 所以 12.7 收在一下 怎麼說 漂亮喔 騎腳的車 騎腳的車 這應該 你看旁邊的就是 省省 6千 所以 要走12.7 人是怎麼 全美第一個發現石油 你所知 人是突出的深水港 人是天生的產石油 很像6千 很像6千 真的很像6千 真的很像6千 漂亮嗎 他那些家裡多少 17萬 任何台東一間住去那裡買的都很棒 台灣 台中最多五百萬 加拿大 恩倫 空氣也比你們這裡更好 不好意思 謝謝 這個地方 是這裡最遜的 是因為 那裡的高屋 人 在加州 是因為 地形的關係 所以 我們台灣呢 矿碟業 它也是重工業 他也有10萬 它也有破碎 容易嘛 所以台灣人的條件去發展石化業 我們只要自己可以就好了嘛 別我們封鎖就好了 為什麼在這裡探這個垃圾錢 台灣如果你要產石油也沒辦法 你就知道我用了 台灣如果產煤 你就知道我們煤嘛 會往後進口 石油也沒辦法進口 那是台灣做基地 然後擴散不應 操會對 操台中 操會攔倒 老闆講的 主日人講的 台灣三大盆利 對 台北 台北它工業產生的人均的汙染是多少 PMN多少 它是46公噸 台中多少 它幾倍 你猜猜看 台中是台北的幾倍 工業產生PMN 在環保署公佈 你猜 就是一天是46公噸嗎 台北是一天 一年 你猜 五倍 十倍 五倍 這個這次猜的差不多 我告訴你 六十三倍而已 六十三倍 台北46公噸 乘以63 接近3000公噸 台中四人 高雄的全球最適合大的地方 台灣最適合大的地方 它工業產生的PMN是台北的幾倍 差不多 這次 這邊沒關係 接近100倍而已 100倍而已 所以高雄產生的PMN是4000多公噸 全台北市所有的汙染 包括營建造成汙染 汽車造成汙染 南豬甲造成汙染 都不到4000公噸 2000多公噸而已 所以全球最適合居住 全台最適合居住的定然是在高雄市 那就是復仇者聯盟一個霸氣的一般 你要復仇什麼 最適合宜居你還要復仇什麼 賴清德站在一旁邊 他平時又比高雄還高 什麼復仇者聯盟 台灣對你突然不夠 對你最適合宜居的地方 他自己說的 你這兩年也不必唱句話 不好意思 對嗎 163倍啊 沒有人針對這些東西去說 所以 老實說 我跟你說 2012年 我學生時代是有很多偶像 但是隨著 比較年輕的時候 偶像越來越少 偶像越來越少 所以我兩年前是用崇拜的心情去加拿大 我說世間怎麼會有空氣的 我給大家 我們還有多少 年輕是多少 不知道我們還有多少 四 年輕是四 多人都是七 全加拿大是七 我說世間怎麼怎麼那麼多國家 這是我去參加加拿大的心臟科醫學會年會 你知道如果年會的時候很多廠商都會去那邊說 他們藥物還是什麼器械還是什麼 結果 這就是加拿大 他們的聯邦 他們的政府 在那裡拜天 把加拿大醫生說 心臟科醫生 欸 你要注意加拿大 一邊的人 空氣不好的時候 他還分十幾喔 1234567 一個PM2.57的地方 又把他分十幾 每次95分的地方 你還把他分十幾 七還要再分耶 當你紅色的時候 你要跟民眾說 欸 你有心臟病 你出去外出運動 要做點注意喔 心臟科醫師喔 這是我去廟 這是欠人的 這是我講 這叫AQH 他們發展出的叫L B L就過了 這是希望 聽到心臟醫師 你給他看病而已 看病 那不夠 不是讓你生病 才來看病 才來治病 才來整新老闆 對吧 最近有一個名人 整新老闆 顧你啊 對吧 所以空氣是不分藍綠的 他在那裡分下 加上心臟科醫學分下 美國心臟科醫學 2011年的Scientific Statement 第二次發表聲明 他說這個空氣不好 他是可以 只要把空氣改善 你就可以 不用他這樣去看病 他就像抽菸一樣 去除藥 就像具藥運動的學生一樣 所以這就加拿大政府 所以 他們發展出AQHI 那就是跟我們的健保 那個東西合作 所以兩年前 我說這個東西 空保處他們就說要做 所以他們現在台灣 我們剛才說的售醫 他說沒辦法用那個東西 AQI 美國是用AQI 他說沒辦法用 就是說我們要發展出台灣的AQHI 所以三年以後 我們台灣就要用AQHI 我不知道 所以今天 這就是老闆最高的雙 4421 漂亮 全美國本土最高的雙 才4000多雙錢 所以怎麼會談 我不要用客戶 全美國最高的 CA就是加州 加州 剛才說的 Flexma Bagfield LA Lonrich 美國使命的 人名在加州 我們來看 這就是全美國 他們動作 他們要頂這個汙染 最壞的就是加州 在2020年 要達到15跟35都有點困難 全美國幾乎是沒問題 美國是在看後段 他們是在看頭前7、8、10 要頂標準 他們是在看這個 這就是先天不好 對嗎 所以他們這個所在 你來看 美國 剛才我說肺臟醫學院 美國心臟科醫學院 大家沒關係 大家可以看HOT的好嗎 我不要跟大家拿 美國心臟醫學院HOT的 對不對 可以看嗎 是錯的就是中風 所以 好 時間超過 所以我們來看 這就看 有人說人的 它這裡面就是 這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來看 加州 這就是美國的沙拉 15% 這就是台灣 所以我們來看 台灣的疫情 就像加州 台灣給你竟然是發展3年的東西 台灣在高雄還要發展10萬元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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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所以 這就是我們六星 六星在那裡飄飄很容易飄 飄到哪裡 飄到抖六 所以抖六時 76個車站PM2地方裡面算最大 我給大家 我預告 他的飄 他的飄隊 就像高雄 大家知道 他飄去搔旁 左右是這樣 一號公路 和三號公路 在那裡 高速公路 還有省道忙 在那裡 所以已經搔不掉 所以還是 所以 我常去看很辛苦就是 柯文哲的台北市衛生局長下 一個台大副院長 他抖六這位副院長 台大運行訓練 他兩年前 他兩年前 去年是 一五 一四 一三 也被診斷出廢 廢 廢 所以不是說醫生就不會看病 所以 你 經理都公公意涵 空氣 不是說你職業法官 你就 不可以回來 不是說你經理 發狂 迎護翁漢語 你心中就不可以放出這 所以經理陳定南 回來 誰人回來 鳳飛飛飛 誰人回來 善魔神回來 嚴守醫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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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肺癌多少 所以今天 今天所謂公共的東西 其實大家受訪 都不公平 所以我們就看 美國 就看 有沒有 又要綠又要 這塊就是全美國 垃圾 有給這樣一個墳墊 這就是台灣 所以台灣能夠發展到有的東西 絕對沒辦法 台東外島 外島 它是三大墳墊 南東 台東墳墊 延伸到南東 所以大家如果趴車下去 所以 我要給大家報告 天氣 要怎麼 行動 一定要有行動 所以 我 天氣 用很堅重的心情 在這裡 看 有這些社會的名譽 也有跟我年紀一樣 我看 是有點 感到 我 我沒有跟大家騙 文革華 也五人 現在是四 多倫高是七 我沒有用錢 給你騙 你看 巴黎算賣了 現在 北京賣了 北京要投資幾趟 在北京市裡 台灣還沒有覺醒 台灣和復仇者聯盟 還在講 台灣是最 高雄是最適合宜區的 他們沒去看空氣 他竟然食安 大家在注意一點 所以 抱歉 可能 我們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骨科名義中標 這就剛才我說了 還說 今天我們身上 也許 沒有檢查而已 他們從體檢檢查出來 你看看 要去台北港 要去火力發電廠 台灣 還在用這些東西 去發展 高雄才的東西 不對 所以 因為台灣要競爭力 台灣要有機會 我最好大家看一張 這張感性的結束 這對 哪裡 文革華 全球 現在空氣最好的地方 他在1939年是這樣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 他們有可能的過程 你看 他現在是這麼清新 但是 人家還這麼在乎空氣 台灣的PM2.5 市的地方 還這麼在乎空氣 文革華市長說 我還要給 公革華人 輸全世界的消防空氣 氣壁 不是說市就是沒有毒 市也是有毒 所以 你 靠一下 我們有人在煩惱 我們 沒 懂 我們來看 這裏內藝典是有沒出來的 你看大家 這都是藝典的達官貴人 人類就是這樣進步來 老黑貧 你看 一百多年前 那時候的威 反應那時候的時空 這個公共的東西 我們來看 所以 我們來看 倫敦 我們來看 這是莫內 莫內 花鐵路橋就漂亮 莫內的威 這是明王宿一尊 190 所以 因為 倫敦要舉行奧運 他就要讓空氣變好 我們台中要舉行 東搖 青運 女兒 十幾歲 也許十八歲以下 空氣要好嗎 所以 因為有任何一個人 沒關係 沒有變好 你已經是要結束了 所以我要給大家報告 改變台灣從哪裡 從首都開始 所有的東西 我們的首都是什麼 是空氣 還是水 贊成空氣 給他手 贊成吃的東西 給他手 吃的 應該是空氣 所以 給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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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責武 他要叫我說 公公義 我本來是說公公義 是 不好意思 歡迎大家 共同努力 我們也要把我們的主持人 他的負數 負數 絕對是 對空以後 其外 只當自己的一策 就是 揚成就開始出來 所以我們換 我們的主持人 給他打個話好 他的負數 十八歲 也看到別靠年輕 六歲 大家共同努力 抱歉 有民進黨的 綠色 共民黨的 藍色 共產黨的 抱歉 我們今天不管共產黨 以免空氣會飄到台灣 台灣也可能飄到那邊去 我們共同呼吸 全球大家呼吸 共同呼吸 也許時光不敢 給他打大聲 我們變成清淨機 都輸了 抱歉 我告訴大家 請大家 謝謝共同努力 謝謝 今天不用走 我們還稍微可以跟 提一些問題 跟那個 殷醫師提一些問題 但是我在 提問之前 我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在地的一個了解 台中市是一個盆地地形 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我們台中市的西邊 有哪一些地方的建設 大家知道嗎 台中工業區 火力發電廠 醫療用的廢棄物的 焚化爐 還有中科的 一期二期在那邊 對不對 現在五期 三期跟五期 五期 最近台積電 也要來那邊去 蓋那個 蓋那個什麼 蓋那個工廠 那所以呢 現在就是在環保 在環品的那個階段 那環保團體 這邊提出一個主張說 空氣的污染的 總量的控制 你必須讓環保署 要去把它評估在內 什麼意思 他說 中科一期 假設我可以容許的是 一天讓你 有一噸的這個廢棄去排放 那再加上什麼 台中工業區也有一噸 再加起來兩噸 假設他總量是五噸 好了 他說三期四期加起來 我可以總共不會超過五噸 就是他沒有 他是說一起一噸一起一噸 那加起來的話 可能就是五噸 對不對 那現在五期再加進去 可能就變成六噸 但是他是個別去計量 他沒有把它加總在一起 所以他說只要你空氣排放污染的部分 你沒有超過個量的標準 就好像說我這裡 就是可以 我這一片地是這麼大的一片地 我要怎麼講 而且講得有點亂 然後就一直講說 現在環保署是沒有做總量控制 他是做個量控制 那個量控制 他有沒有去管 台中工業區其實本來就已經給你這麼多的污染 然後就是中科的污染也這麼嚴重 但是他沒有加起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片 對 然後另外一個最嚴重的就是說 其實PM2.5它為什麼是國際上面 制定的那個國際致癌物 很簡單的說 因為吸進去我本來也不懂 我曾經就是在那個鬆煙戶處的那個現場 然後就聞到那個廢氣 然後呢我整個人心跳加快 然後就是開始會想吐 然後甚至是在台中市的那個中明南路的街頭 那車子來來去去的時候 還有一個地方會讓我覺得噁心 就是大家有去海邊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那個漁船 那漁船都是燃燒那個柴油 那我想就是空氣污染這個問題 不只是健康的問題 土地的問題 那還很嚴重的是一個就是 它也是一個社會不均等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在外面工作的人是誰 是一些比較弱勢的團體 這也是一個人權的議題 那我們是希望說眾生平等 然後雖然是一向都是不太平等 但是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身體的健康能夠去 政府能夠去重視 我今天是早上去到那個新竹演講完以後 我去當地人帶我去看一個叫蕭里希 那蕭里希是兩個電子公司 宏達電跟喜美店 他們有那個 宏達電跟哪一個 有一個另外一個光電公司 友達 那他們的那個污水 是排放到那個蕭里希去 那整個蕭里希是看不到一條魚的 然後呢 那個污水是非常的髒 然後他們當地人就組織了一個 製作會去抗議 然後政府就說 好吧那你們抗議 我也沒有辦法很快改善 那就到今年的年底 在漱港來改善 所以這個河流 還可以在漱港污染一年就對了 就是政府面對 只要是污染的議題 都是這樣子在對待我們 我覺得我們很無力 那一般來說就是因為空氣污染也好 水污染也好 這些環境議題都是需要相當的專業 所以我非常鼓勵年輕的人 能夠來參與學習 這方面的專業 那不然的話 你真的是會很慘 因為就是 你要去跟那個環保局吵架的話 你知道嗎 你要具備相當的專業知識 我們台灣有非常好的 像那個葉醫師 還有楊貞明博士 像這樣的 就是空污戰士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為了這個 污染的這個議題 然後就是很努力的去 跟這個環保署去吵架 你知道嗎 沛州紙大叔小生的 跟罵那個環保署署長的 以前那個沈小黃都被罵很慘 那現在新的這個也是 就是常常都愛罵就對了 但是你不罵真的不行 所以如果罵的越來越多的話 他會重視 他現在就是覺得說 好像都是只有你們環保團體 就是這幾個人在吵 那各位如果注意看一下 其實騎摩托車如果沒有戴口罩 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在政府還沒有辦法 有效具體的改變之前 我們可能要先學會保護自己 這樣子 那我上次 其實我聽他講啊 我覺得他今天講的 其實不是很有邏輯 可是比我上次在訪問的時候 還就是 可是我聽得到他真的很感 就是很激動 他對這個議題是非常的激動的 所以我們還是先給這個葉醫師 再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我們有方便就是大家去提問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樣要反饋的地方 還是有疑問的地方 其實我記得喔 二十好幾年 三十年前 當我還是個記者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台灣就推動工業區的廢所排放標準 所有廠商都抗議 然後我陪著工業區去走 後來還是定出了一個陸上排放標準 可是陸上排放標準還是不夠的 要定出海上排放標準 業者又抗議抗議抗議 後來我就跟當時的工業區長講 我說你應該堅持 因為只有你主管機關堅持 把這個廢水的排放處理好 台灣的環境才有救 現在就是同樣 過去是陽光空氣水 那我們過去去重視這個水污染的排放 工業污水排放 但是我們台灣還有這個 家庭廢棄水的排放 到目前為止 其實接管率非常低的 這是另外不在今天的空氣之內 但是今天的空氣一樣要比照當年 30年前當時有為的政府 所訂定的排放標準 也就是說訂定一個空氣的排放標準 這裡面就包含煙囪 包含汽車 機車 所有的排放標準 都應該訂定出一個排放標準 強制執行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做 這是不分黨派 這是沒有所謂黨派概念 但這個也需要一些學者參加 把你們的一些收集到世界各國 有在相關這樣的一個排放標準的一個 一個立法等等提供 然後像轉舞這樣子 或是更多的地方 應該多探討 因為事實上真的是很嚴重 而且有看到不行 胡志強曾經在兩年前還是多久 提出一個要把摩托車 禁止摩托車對不對 他這次為了這個選舉被打得很慘 因為他考慮說 是不是可以不要有那種 汽油的摩托車 這樣減少排污量 他希望改成電動摩托車 全很多很多的人 就 不要講什麼人 很多人就把這個拿來當作文宣打他 他還必須要解釋說 我沒有戒止摩托車 所以現在的概念 其實包含一些政治人物 都應該要思考 你這個東西 要他們去真的很認心關心 而且我今天感到很感動 十八歲的同學好多加油 台灣人有希望 謝謝你的分享 那這邊還有一位 中理 我想要請問一下葉醫師 剛剛提到很多 關於PM2.5這些 就是來源 或是說一些跨國的比較 可是我另外一個是說 因為通常在我們折舞裡面 我們也會期待說 講者來告訴我們 來參與的群眾 那如果說像這樣的一個 這麼重大的問題 我們可以怎麼樣 運用我們這邊 在場這些集體的力量 一起來做一些改革 或是說 順著剛剛聲委員講的說 如果說有這個需要去監督立法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 包含像 怎麼去監督要求說 環保署也好 或這些立法委員也好 你要制定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 總量的管制 或是說這些東西的法令 那我們從民間 我們怎麼去監督他們 做這些事 我們可以共同來怎麼行動 真好 我本來 我本來 驗兵要怎麼來 我本來 可是我跟人家都去 我本來是說 我們可以過了 你自己說 都沒有 沒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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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已經答應了 前面說的是行動 今天要怎麼行動 我們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從空去看這個世界 從空去看世界 所以我們這個什麼行動 就是希望 他對我講的 加州有具體旅行 美國具體旅行機會 你如果做得到 我們就要提供促進台中市原地 訂立自治條例 然後你經過公聽會的方式 讓大家參與後 認為很多東西具體可行 你不可以歐北公 我要科台大醫科 歐北公 小村 大家都可以 距離可行的旅行機會 我們實證是怎麼行動的 我要為52 台中市52 PM1052 我們落到當時是40 兩名30 一台落到25 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 如果有這樣 就是拜託大家共同選 我本來 他的狐狸 狐狸他們現在有機會過了 南投 我是說南投因為這次也有選舉 有立委的候選 像我請他們立委可以在共同行動 所以大家 我本來是說 我們可以就有更多人 同一個來過去 我們追隨他的故鄉 你知道嗎 南投一名 先生的故鄉一名南投 其實大家命運共同期 我們趕快南投度假 你就失敗了 你要看 我們即將公布的問題 12月前 直到12月 南投那些都很厲害 南投獨立的都很厲害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今天 剛才說行動 行動 行動讓人做什麼 就是讓人家適當的壓力 因為一心刻意 因為其實這些台灣人出的不太好 都跟他無關 他可以大刀破 他就跟我說 你不能症狀治療而已 一定要診斷出 到底污染源從哪裡來 第一個一定要知道 第二個 你知道原因 你說這癌症 就不知道癌症會有的人 是不當大廠 大廠來還是研發還是不對 他要查出原來 你才能要開張還是可以開張 要電療化療要怎樣 一直要採取積極有效的東西 剛才我說 他用一千二百頁的東西 他就是行動 他如果在公民團體就是去革 所以要拜託大家 因為台灣健康公民的行動聯盟 不夠成立 是因為他們的公民都不夠 所以其實 剛才說 連他在台上健康公民的行動 都不成立 我們也可以為大理健康公民的行動 大家要錄去成立 全台灣 他就有很多類似的團體 其實你們不必知識 他們要這樣 我每個人都報告 剛才那些個性就去買你 其實後面PSR你給你買 就是醫生你給你買 很多知識分子 他們利用他們的知識 去保護很多人 但除了人熱熱說 我要呼吸一口 新鮮的空氣 這是我的基本權利 我要塑好的空氣 我堅持不能讓高雄那些兄弟 我禮拜三去鐵 去醫管廠 去小港 看到那個靈岡公民的行動 很可能 我們後來還要解釋這個實話專輯區 我堅決反對 就像一個人心臟已經打怒謀背孫 你那個加速任何點滴都不行 你其實你要脫水的 你心臟已經是沒力了 你要把水拖出來 你不能夠加任何點滴不行 高雄都超誤啊 台中都超誤啊 任何台灣都是超誤 人家如果日本 日本人還不滿意 美國還不滿意 加拿大還不滿意 我給大家看 我們哪一年在公佈以前 便宜我們的速度很快 便宜楊哲明 他把1月1號到10月31號 366千人數字前16號車站 兩天以後全部審判 然後有媒體的貪圖 這就是台灣民間的NGO 其實我們有責務 就像我們的張發起人 假如在座大家騎出來之後 政府他就會有感 我們建委就要讓我們鋼鐵 讓我們下一代 要讓我們比較多親的這些人 不管老年 中年 年輕人 有一個好的空氣 這是我們的基本條件 大家可以從空氣去看 希望柯文哲可以好好做 他的衛生局長還是很棒 他的太太也是這樣也是廢話 他在2011年出席我們的記者會 他也參加過PF2給我們高分會 他未成全程參與 所以建議給大家報告 建議很多人都有機會 所以行動 當然我沒辦法仔細教 說得很清楚 大家如果知道我們的東西 我不是用手說的 論述的東西 弄醫學 不好意思 我這樣不知道 我就回答 責務他可以變成一個基地 今天需要老中青任的一個人挑戰 不好意思 謝謝 關於行動的問題 我這邊有幾個提議 好不好 因為這個問題我已經考慮了很久 說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然你可以為你自己種樹 但是這個是緩不濟急 最重要的就是整個那個 污染的控制的這個部分 現在政府還在欺騙他 上一次我跟他兩個小時的反談 他談最多的 醫院是講最多的 就是政府現在還在欺騙民眾 那我們有要求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必須要在氣象報告裡面 把空氣污染的指數 然後順便報告出來 不然大家不知道那個嚴重性啊 大家知不知道那個紫色的城市 是什麼意思 就是高雄那邊 那不是紫色的 就是空氣污染已經非常嚴重 他那個等級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 就是在最嚴重的那一集是 如果是孕婦 老人 小孩還有呼吸系統疾病的人 建議你是不要外出的 可是像這個東西呢 我們民眾還是不知道 我甚至就是發現騎摩托車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騎摩托車 甚至連口罩都不戴 像我非常想要騎摩托車 可是我幾次騎下來 我整個人都很想吐 最後我還是只能就是 關在我的那個車子裡面去吹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對弱勢經濟 你說對機車主一個是非常不公平的一個地方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們會要求政府 要去全面的去開放 那我們也會就是舉辦一些 不要說網路性的一些活動 或者實際上面一些抗議的行動 或者是寫信的一些行動 因為Do anything 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現在最嚴重的是 大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並不夠 真的今天大家有來聽的是 你稍微還有一點理解的能力 還有重視這個議題 可是多的是我每一次去跟人家 談空氣污染的時候 人家都對這個議題的那個敏感不明 論度是很低的 我想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環境敦化症 各位可不可以去理解 像我們每一次去到 像表示你有到那個空氣污染要擦的地方 或是走進空氣污染的室內 你一開始會不舒服對不對 是不是進去久了以後就怎麼樣 久而不聞怎麼 奇臭 甚至我懷疑人到底在北京是怎麼活下去 他們是安慰我說 Andra你不要擔心 我們有14億的人肉吸塵器 我想這個是因為是環境敦化的這一個部分 然後我想具體的行動是第一個 你要有資的權利 你要求政府要讓你知道 那我們現在是說上網去看的時候 政府很賊喔 他一邊比較明顯的第一欄是PSI PSI是過期的那個剛剛有講嘛 是過期的指數對不對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一個那個 剛剛就講那個PM2.5的指數 那另外還有一個網站是在講那個AQI指數 我剛剛利用那個時間上網去查 我看得很辛酸 那個夏威夷API指數是4 台中這邊現在是130幾 然後中國大陸有很嚴重的地方是300多 所以我覺得說那個中國大陸有很多的那個APP 他們就是發展那個什麼 那個空氣指數 那甚至有那個報表的 我常常就看到哪邊報表哪邊報表 那邊是下載的 那個空氣質量指數的 嗯? 原來有一個報天氣預報的 會有PM2.5的指數的 現在全部都應該取消了 因為政府也不想讓你們知道 我們的空氣那麼糟 對 OK好 我想你跟李有約 不好意思 我跟大家報告 我現在拿的就是 我由加拿大拿回來 大家這是 我看過醫生委屬處方簽 要把網站提醒 這加拿大十幾 全台灣我們都沒有規定 所以你如果想要 想要可以拿這個 我說這個東西 網路它是有電子的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是沒有 所以報紙我自己換了一份 我說我們這幾年很近 你用結果做網站 還在裡面 所以我們有這份冊子上網 大家都看到那裡有很多錯誤 那裡有很多錯誤 那是我用一個禮拜編出來 2011年 那裡有很多錯誤 當然台灣比以前還進行 但是這是全世界華人第一本 這些冊子 應該是全球第一本華人的冊子 所以不好意思我講太多話 拜託國家 如果大家編傳的 我確實要可以離開 好 謝謝大家 共同的努力 好 好 從中國的共同 歡迎觀眾 請 我這裡有幾分鐘 好 因為他等一下還要再去開一個 會很辛苦 為我們台灣的環境地拍片 我們就是用掌聲給他相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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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時也呼籲一下可以支持一下台灣護術團體聯盟 其實保護樹木也是在保護空氣 保護土地 保護水質 所以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前段時間我有一個 就是元旦那天我有個演講 很多人都說被我感動到哭了 其實我才講三分鐘 我就說把胡志強年代就是 因為不當開發砍掉的五十萬棵樹種回來 只要那五十萬棵樹種回來 二十幾年前沒有中科的時候 台中市的空氣 台中市的陽光 台中市的秋天 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但是二十幾年後 台中市已經變得一樣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把樹種回來 把愛找回來 把那個我們跟大自然之間的那個接近的那個心情找回來 那我現在也是一直在想辦法說 希望鼓勵一些年輕人去加入 就是比方說你五頂種樹啊 然後去做一些 我們謝謝醫師 謝謝 謝謝 就是那個政府上面就是說 再次不斷的種樹這樣 那其實我們環保團體老實說 人口老化的非常嚴重 通通都是一些老人家 就是像我這種歐巴桑等級的 在參與這些環保的議題 很少有看到年輕人的面孔 這個是我們台灣環境上面一個很大的危機 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教授跟醫生在關心 然後這些教授跟醫生呢 他們本來就是只會做一些個別的研究 他們研究上面很厲害 因為你要去跟這些政府官員 這些政府官員本身都是讀很多書 他們都是讀很多博士學位 有的沒有的學位 所以他們跟我們對口的時候 他們是用一些打官腔的方式 用學術的方式 那講書我們你知道嗎 講書我們但是權力還是在他手上 但是我認為說知識一定要普及化 一定要讓他變成簡單可以明白的語言 甚至就是去推廣 比方說各位可不可以住在台中 可不可以做一件事 你每一天朝著西方 西方是哪個方向大家知道 就是那個中科的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五七的那個方向 你去看那邊的天空 那邊的天空 到了下午的時候 台中市的空氣就會 那個空氣污染就一直慢慢慢慢跑過來 我想要徵求兩個就是會懂縮時攝影的人 去那個大杜山 去拍拍什麼東西 去拍那個張空氣如何飄過來這一邊的過程 飄向盆地的那個過程 甚至去拍那個我前段時間去到幾幾大山 去到那個惠淳林產 那一邊的空氣污染連散都散不掉 這個很可怕喔 最近這幾天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台中市的空氣是稍微好一點 是因為那個風 風很大 雖然是風很大可以看得到藍天白雲 可是那個AQI指數其實是沒有這樣下來 只是比那個灰蒙蒙 我拍了很多灰蒙蒙的那個照片 整個環境背景值 因為我們會照相的人是拍下去 就是應該是那個藍色的天空嘛 沒有拍下去是灰色的天空 然後我最近很討厭一件事情 是我發覺iPhone它的那個手機 你在拍天空的時候 你肉眼看起來是灰色 結果你的iPhone手機一拍下去 天空就變成藍色 大家知不知道有這樣的經驗嗎 你試看看好不好 真的你試看看 然後你貼臉書 你開始去注意天空這個議題的時候 注意空氣這個議題的時候 你開始會去影響到別人 這是我想到的 是可以去做的一些具體的行動 那剛剛葉莉醫師講的是說 你要替喊那個什麼要修整 那那個修整的那個部分 我就說好吧那等你 等你 我回頭我會告訴他說等你號令 那我就會發布在台灣 務術管理聯盟的訊息上面 告訴我們有什麼具體的行動之類的 這樣子 那今天還有某什麼樣的問題 我大概可以回答了 我就可以幫忙回答 好不然就是大家分享一下這樣子 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去年12月16號 我有去參加那個全國能源會議 在那個台中市的環保所 那我會覺得這個會議非常的奇怪 因為它那個是表示說 政府要新建 要擴展那個火力發電廠 而且呢還要再支持那個核能發電 那我會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政府要這樣子呢 一般人都會以為說 要發展那個綠色能源 替代能源吧 但是它的這個會議 竟然是要發展那個核能發電 跟發展火力發電廠雙向進行 那這個部分呢 我是希望大家然後來關注一下 謝謝 台中市的火力發電廠 大部分的有一半以上的電是供應台北 各位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嗎 你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是叫台北人省著一點用電 他們很過分一直砍樹 全台北市只有8萬顆行銷樹 我們台中市還多了它4萬顆 他們一直砍樹 所以他們夏天很熱 他們非得要開冷氣不可 而且他們大樓裡面的冷氣 比方說像101那種大樓 圓柏那種大樓 裡面冷氣是開得開得要熄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做的 因為他們用了我們的電 所以空氣汙染變成我們在熄 這個是很惡劣的 這個可能大家不知道 那環境能源的那個政策的那個部分 只要是跟能源政策有關係 一定就是關係到哪一些的有利的財產 比方說我是中國是 現在中國是那個燃煤的那個輸出大國 山西有很多的煤礦 大同很多 山西大同很多煤礦 馬上輸出台灣 那台灣就是喜歡去買 不好意思喔 台灣就是喜歡去買中國大陸的煤礦 然後來污染我們台灣 這個是台灣政府的政策當中 是非常想要去討好中國大陸的 那至於核能的那個部分 因為核能本身就有一群 就是既得利益者的 所以現在其實全球的一個趨勢 各位可以看一本書叫 世界是平的熱的擠的 有沒有看過那本書 它裡面就在講 我們以後要用的能源是多樣化 多樣化的那個部分包括太陽能 包括很多就是澡氣發電 那個大便也可以發電 那個豬大便也可以發電 就是有很多的不斷樹木都可以發電 現在在麻省理工學院 他們正在推廣一種叫Voltree的那個電 只要擠一點點藻類就可以讓收音機發電 各位可以上網去打一下 就是書木發電這四個字 就是可以去找尋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我們想說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去參加一起去罵政府 罵政府是很好玩的 真的很好玩 因為我們去表達一下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我想要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剛剛因為我們今天談到 是有關於PM2.0有關空氣污染這些事情 那其實我想要講一個比較邏輯性的一個 推論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常聽到說政府告訴我們要講 節能減碳大家要節能省電對不對 然後都說從個人生活做起 這樣講沒有錯 要從個人生活做起 所以每個人都要 要省電節能 可是其實我們如果去發現這個事實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工業用電其實才是佔台灣最大的來源 然後其實政府可以用這個來分化民眾 也就是說你看就是因為我們那個電占不夠啊 所以我們要蓋什麼電廠 那可是所以我們電要漲價 那可是我們都忽略了說其實我們政府對於產業是優惠的 對於財團是優惠的 所以工業用電是這樣子 包含工業的所有的用水 用各式的能源也是這樣子的優惠的政策 包含什麼包含如果空氣物啊 其實剛剛有提到說這個 胡志強說什麼類似這個禁止騎乘機車 然後好像引起了大家一些民怨 可是我也覺得說不要騎機車可以很好啊 可是問題是它的配套措施是什麼 我們沒有思考到騎乘機車人是來自於底層社會的 可是呢這些行政首長長官們是坐著車子的 那如果說每一個人 如果說整個台中市大台中 它可以有非常好的一個交通措施 每個人根本不用騎乘機車 它就可以用很順利的方式 有接駁的方式怎麼樣順利方式 從台中 舊的台中線那邊可以直接到台中市上班 或台中市可以到也有更遠的中山頭地方上班 那誰不願意做這個節能減碳的事情 我們都願意 可是呢就會變成說 我們是忽略了 比如說這些工業的排放的污染 其實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財團 來自於大工廠 這些人更需要負責 可是呢政府可能會完全不提這些事情 然後還告訴人民說 你要節能減碳啊 你要節能省電啊 可是就會變成我們人民 比如說人民跟NGO之間的 民眾跟NGO之間的對立 說這些NGO是暴民 然後都是大家要當的順民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是有一些很邏輯上的一個問題 那也許我們當然是 我們從個人角度是應該要做起的 可是呢 當我們要思考從個人角度做起的時候 我覺得更要思考的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檢討我們政府 要求我們有權力的有power的這些人 如何做出好的改善 然後如何做出好的立法 才能讓我們環境真正變化 謝謝鍾米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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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很正同你說的 要做就是看政府要不要做 不做大家一路從上要下都帶做 比方說要做其實好多都可以做 以前曾經推過的氣電工生 為什麼不再推 這工廠你就可以推動氣電工生 它有很多種節電 我們現在不是LED非常好嗎 它是現在的電燈 LED的電燈是現在的電燈 可以節省百分之七十倍 為什麼不去推呢 我們有很多很多太陽能 很多很多都可以推 所以就是除了這個護術聯盟 以及這個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我覺得要強化一點 大家要捐錢給他們 讓他們能夠辦更多的活動 而且大家去響應上網 然後去學習 然後大家要跟著去走 因為這個不是個人的問題 是全台灣人的問題 而且這個事情是要處理政府的 各級政府都一樣 像現在台東市最急的是火力發電廠 那火力發電廠 我的老家在那個地方 我曾經在很年輕的時候 看到很天空很藍 現在看不到 火力發電廠灰蒙蒙的 當天真的非常恐怖 然後你沒有辦法解決 他就我們要求 你說你為了要電 你把火力發電廠改成什麼東西 你說天然氣就可以了 他會告訴你說天然氣很貴 貴就貴嘛 我們要付出代價了 那像核能 我們不要核能 那可以 我也不要 他說要台北港 蓋了一個火力發電廠 我們就去反對 要去抗爭 他如果敢幹 我們去拿白布條 大家要走一起走 大家一起綁白布條 我們一起走 叫這樣的勇氣大家站出來 就是要去抗爭 台北港絕對不可以 去做火力發電廠 那改成什麼 就是天然氣 因為台灣的很多電 要改成天然氣 因為我們現在發展 很多電燃的環境 還是不夠的 所以也就是台灣慢慢去 改一個發電廠 把核能廢掉 把火力發電廠廢掉 然後我們多去 有各式各樣的去省電的方法 要無所不用其極 政府要定律配套措施 是要整個全套的 不是只有半套 或一小套 這是要一個 真的有思考能力的政府 要做這個事 讓學者專家更重要 還有全民共同參與也很重要 我跟各位講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剛剛問你們三大盆地在哪裡 對不對 中間管理局的局長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今天很多訂定政策的 以前的那個就是公務人員 就是這些高官 他們沒有念過台灣地理 也沒有念過台灣歷史 所以註下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那這個錯誤就是變成是 我們每個都是好像是 祭壇上演的犧牲品 要去付出這個代價 前一段時間 我也為了這個議題 跟高雄的那個醫生去交流 那高雄的那個張承賢醫生 他就跟我說 他們醫院裡面生活模式最健康 就是騎腳踏車騎腳踏車去那個上班的 一念出來都是四十幾歲五十歲 全部都得悲癌 高雄是非常嚴重的 我現在是第一個先警告大家 就是說你要知道那個嚴重性 我真的本來也不知道那個嚴重性 我只是覺得我很不舒服 我每天都打噴嚏 我每天都要早上吃一顆藥 晚上吃一顆藥 晚上還要另外再噴那個噴劑 不然的話我鼻子是不會通的 我只是覺得這樣子我很痛苦 那我不曉得說原來那天那個嚴醫師 他有在路易志裡面 就是他比較沒有那麼急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現在他們說每一個 他們現在醫學界裡面 包括他本身是婦產科 他說連空氣污染都會去影響到胎兒 因為你是透過那個呼吸的部分 是我們透過我們吸進去 是不是循環系統對不對 就是在體內去代謝 但是吸進去的那些有毒物質 在我們身體代謝不掉啊 就是很可怕啊 那有人就跟我講 說那我抽菸 抽菸還不是活很久 像我公公抽菸還活到80歲才掛掉 你知道嗎 他說 可是如果說以前 你只是抽菸 那個單草 單純是那個菸草的 菸草裡面的那個 零骨丁跟膠油 膠油對身體是很傷害 可是後來他們又加了一大堆香料進去 所以現在抽菸的人會越來越短受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抽菸的習慣 我建議你戒掉 因為我是40歲才戒掉抽菸的習慣 我有一天醒過來 我就說我不要抽菸 就那一天以後我就再也不抽 所以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跟聊一下 我是怎麼戒菸的好了 OK 可能對調教育會有幫助 好 然後我們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想要跟我們分享 因為其實戶數聯盟一直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真的就是 本來都不知道 可是好像環境議題就是 像派朵拉的盒子一打開 天啊我就覺得好恐怖喔 然後今晚有 就是這樣子不斷的呼籲 不斷的呼籲 我覺得有什麼樣的民眾 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 現在政府都還是在裝蝦的階段 甚至說他放任那個友達跟華裔 他們去污染整條蕭里溪 那兩間工廠是沒有去做任何廢水處理 他完全沒有去要求這些工廠去做廢水處理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沒有去要求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煙囪的那個部分 他再去把那個過濾空氣的那個部分做得更好 為什麼要去讓我們聞那個臭味 我跟各位講喔 台州市呢 就是至少還沒有聞到太臭的味道 在那個彰化的那個西州啊 我去到彰化西州在樹林裡面拍照 我鼻子裡聞到的是那個燒焦的塑膠的臭味 那個是大藥心 燒那個塑膠的那個臭味 那一邊就是有那樣子的工廠 正心輪胎 然後他們這種工廠你知道嗎 他為了要去拓張他的面積 甚至要毀掉100公頃的糧田 那還好就是這一次因為那個民進黨選贏了 那個魏民谷選贏了 然後那個吳勝老師就是 反正他們就是去擋那個開發案 所以這開發案擋下來 就我們台灣社會其實發生很多很多很多這種環境污染的問題 那我前那段時間剛好就看了一本書就講到 中國大陸呢 現在一年為了環境去抗爭 環境跟土地正義去抗爭的案件 全中國一年有12萬件 幾乎每一天也都有很多人在抗爭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參加過 但是我知道去年有那個 去年318學院的時候那個 廣東茂名有一個PX的工廠在抗議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就上萬人上街頭 我們都有收到一些資訊帳 可是你在中國大陸我一定看不到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問題就對了 那也鼓勵各位隨身攜帶醫療用疾的口罩 甚至是N95的口罩 就把你放在你的口袋當中 那提醒你的朋友 因為我看過那個肺癌死掉的人 真的很可憐 我跟各位說 我媽在死掉最後的那個階段的時候 是心臟拆解嘛 可是在那個之前 她睡覺的時候必須怎麼睡你知道嗎 表演給各位 就這樣子坐著睡 她沒辦法躺著睡 然後她的呼吸的頻率是這樣的 各位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下這個呼吸的頻率 你試一下 你只要試個一分鐘就完 你就知道你有多痛苦 因為她那個氣體已經都來不及交換 我們試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種感受很重要 我們一起很快速的呼吸 是不是很不舒服 對不對 很多生命的人是不是就是呼吸就很不順 對不對 人爭一口氣 我爭你住香 這一口氣如果都沒有辦法讓我們吸收新鮮的東西 那還得了 那我還有一件事情想要拜託大家 這就是我一個心願 我以前不夠大去對抗 但是我希望我 我現在有那個夠大的力量 就是請各位做我背後的力量去支持 因為呢 彰化有一個學校 就是在我叫文開國小 文開國小的校長姓梁 他跟我 我去到文開國小去看他們的樹 那個校長跟我講一些 我就聞到那個操場裡面有很臭很臭的味道 我甚至臭不了你知道嗎 但是我還是忍耐的把那個樹的那個調查給看完了以後 我就問校長說 你們這裡空氣為什麼這麼臭 你知道那個梁校長真的 他跟我說就是入整港朝天公開的 廟裡面是不是是燒金 現在的那個金跟以前那個金不一樣 現在燒金做的那個金爪 裡面放了很多的有毒的物質 現在的香也跟以前的香不一樣 以前那種就是說要燒好香 會保養 喔 你是燒的什麼好香 什麼叫蠔香 大家知道香港的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香港 香港就是因為香港出產非常好的城鄉 那是全世界最好的城鄉 現在城鄉的價錢是天價 可能一頓要上百萬 一公斤可能就要幾十萬 上百萬通通都有 香港的城鄉已經全部都沒有了 但是過去為什麼這個地名叫香港 就是因為它有城鄉 所以以前的那個鄉什麼 韓鄉城鄉現在是沒有 現在都是什麼鄉 化學鄉料 這些化學鄉料跟鞭炮 還有就是那個燒的那個金爪 就汙染 刮起西南宮的時候 整個文開國小 根本都是味道是不能聞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台北的那個新天宮已經不修金爪了 對不對 現在我們也希望 陸港的朝天宮也不要修金爪 各位也可以用你的心意去跟你的神表示 不要再修金爪 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不可以幫忙一下 因為這個對你真的沒有好處 對健康沒有好處 我自己本身是 本身是覺得說 我要去跟神說話的時候 我只要心裡面說 那他既然是神 他一定很厲害 他一定聽得見這樣子 OK 關於這個議題可以講了很多 謝謝各位就是非常的耐心的聽這個議題 那我們環保團體 就是歡迎各位來加入 也希望各位就是說 這個多多支持 你的支持就是我們最大的力量 謝謝 好 我們謝謝Angel 剛剛他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人真一口氣 他說人真一口氣 我們摺五其實也有一柱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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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柱箱 一柱箱 其實摺五啊 他是由一群志工去撐起來的 但他不是盈利團體 所以我們也沒有拿任何的薪水之類的 可是對於一些比較遠道而來的獎子 我們還是要支付他一些車馬費 對 所以如果你有在 剛剛在路上可能撿到一百塊 或者是零錢包覺得很重啊 想要拿一點出來分享的 就是歡迎大家拿到這裡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明天摺飛舞 因為中研院社會所的二十年的所慶 那我們跟他們有合作 主題是學運人的政治志業 那羽台人就在上面 對就黃國昌 陳上智 鄭立軍 然後李介梅 吳明軒還有雲飛凡 那明天是 明天不是在這裡喔 明天是在 中區在神基地 中山路六十九號二樓 在Seven的樓上 就在那邊轉角而已 對那 明天下午兩點到五點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OK 好 謝謝凱萱 那其實這是明天的哲學背心經驗 非常的精彩 那你如果不行來的話 也推薦給你的朋友 邀請他們一起來聽這場 學運人的政治志業 因為其實很多我們知道說 你可以看到這些學運 不是學運不是從去年才開始 學運就有好幾年以前 就有好 那這些人他在學運的過程裡面 後來怎麼選擇 政治成為一種他的志業 那我們可以來聽聽他們的一些過程 他們如果去選擇說 從事政治這條路 然後或者是從不同的面向 從學術的面向還是從哪一個方面 來從事有關於政治的事業 那是明天 然後下個禮拜 大家一定要來 好不好 下個禮拜不能來的請舉手 沒有人舉手 下個禮拜一定都要來 下個禮拜是我們哲學星期五 就是在台中一週年的生日 好 那所以很特別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是一週年啊 那我們要談什麼議題呢 下個禮拜五要來談一個 那個前天才發生的事情 我們知道在法國巴黎發生了這個 這個掃射的這個殺人的這個事件 就是這個恐怖攻擊的事件 那造成了一些人的死傷 那我們下個禮拜會有福大哲學系的教授 那他會來到台中來跟大家討論有關於 這個議題叫做我是查理 這個題目我們已經定好 就是我是查理 大家知道我是查理 這個字現在在網路上的意義 那我們來討論言論自由的界線 或者是說對於言論自由跟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不同的文化脈絡裡面 我們又怎麼樣來看待自由這件事情 那所以下個禮拜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哲學星期五在台中一週年 謝謝大家